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用人民币或者是日元就不必再使用美元 换言之啊 他们都曾经尝试去美元化 那这三个人的下场呢 大家也可以自行搜索 都被美国安排的明明白白 这就引出了唐义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 就是金融与政治息息相关 要想在金融战中胜出 一个国家必须有强有力的政治 经济 军事作为后盾缺一不可 为什么98年港币保卫战中香港能赢 因为朱镕基总理说 中央政府将尽全力维护香港的稳定 而且压上了当时中国所有的外汇储备 同样如果一个国家政治失败 财富呢 也会被国际金融集团洗劫一空 详情请参照苏联 那么在当今装美竞争的形势下 唐老师认为 未来美国对中国是一定会发动金融战的 首先中国就不能自费武功 不能让美国自娱自乐的金融风气刮到中国 为什么说美国的金融是自娱自乐呢 让我们以次贷危机为例 当时啊 在金融创新的名头下 美国创造了很多的金融衍生品 什么MDS啊 CDO啊 CDS 那翻译成人话呢 就比如说买房的人暂时拿不出钱 打了张欠条给银行 然后金融机构又从银行那里买了很多欠条 又卖了出去 那社会上一部分的投机者 也就专门靠这个买卖欠条过上了富翁的日子 那老百姓靠卖劳力赚的钱 永远赶不上这样金融游戏赚的钱 于是社会上贫富分化就越来越悬殊 这种自娱自乐的金融 离开金融的本质已经非常遥远了 因为金融的最初目的是跨时间跨地域 调配资源和金钱来度过难关或者是帮助生产 那现在这样的金融衍生品 和这两个目的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那让我们回到中美金融战 虽然说中美贸易战似乎有了结束的曙光 但是这场战争离大结局还十分遥远 在这里呢 让我们默念陈老师的尊尊教诲 Do what Americans do Don't do what Americans say 别忘了08年金融危机 旧时旧的最卖力的 就是崇尚市场可以调节一切的美国呢 那希望在真实的金融战的威胁下 我们能够重新武装头脑 辩证地看待西方的金融理论 书写出更符合历史事实的金融理论 网上那话怎么说来着的 要成功需要朋友 要伟大需要更强大的敌人 接下来呢 让我们来看一下姚杨老师 汪沛老师和谢茂松老师 姚杨老师呢 讲了中国人怎么看生活 汪沛老师讲了中国人怎么看自然 谢茂松老师讲了中国人怎么看国家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谢茂松老师 那谢老师讲到中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 就是举国体制 也就是强大的政府动员全国力量完成任务 那说到举国体制呢 可能大家会觉得很反感 我们的举国体制其实是有历史原因的 历史上中国是面临很多危险的农业大国 对外中国需要抵御北方草原帝国的侵略 对内中国需要处理很多的水旱灾害 那这两件事情 恰恰都是需要强大的中央政府和举国体制来处理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 我们中国需要在美苏两国的围堵下 完全靠自己发展出工业和科技力量 那这一切都造成了中国走上了与欧洲 分而置之道路完全不同的发展路径 但是传统的举国体制也有很多的弊端 所以在改革开放以后 中国结合了欧美经验 发展出了兼顾市场和国家指导的举国体制2.0版 那汪佩老师呢就讲到了中西方自然观的差异 西方人对自然的态度经历了一个从敬畏自然到平视自然 然后想要对它进行实验和征服这样一个过程 中国人呢把自然放到了一个更加崇高的位置 你看我们一直觉得物我两望天人合一 这种与自然亲密无间的境界是十分令人向往的 中国人不光崇尚大自然也崇尚人的自然属性 那小小子就想到啊 国内很多学者对中国人的这种自然观 其实是持很强的批评态度的 但是你看随着科技的高度发展 人对他人的依赖越来越少 变成一个个原子化的个人 越来越脱离自然的群体动物本性 那这样的情况下 中国人的这种自然价值观 显然是可以给人类的心灵带来一些慰藉和指引的 最后啊来说说我们的姚洋老师 姚洋老师点出了中国文化里面 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务实 我们中国人喜欢考虑怎么把当下和好 那么在这个思想的指引下呢 我们给马克思主义打了一个汉化补丁 叫做无论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那这一点呢 与西方注重程序正义的思想 显然是截然不同呢 我们务实的特点呢 还体现在儒家思想 对于个人修养的强调上 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强调 每一个人都是自由平等的 但是往往忽视每个人身份背景 天资能力的参差不齐 这种不谈起点的平等 完全就是乌托邦 而中国传统儒家思想 真是看到了这种人与人的差异 而强调要不断提高自己的个人修养 最终达到人人皆可圣贤的目标 举国体制 天人合一 务实精神 这些都是中国文化的特色和精髓 但是和自由平等这些西方观念一比 好像就有点上不了台面 小勺子觉得呢 可以这样做一个比喻 就好比一名东方剑客 看到西方剑士手中的西洋剑好使 就非要自费武功去练西洋剑 反而把祖传的神兵力气拿去垫桌脚 殊不知 这把即将被你妈拿去剁咸鱼的剑 曾经也开创过一代武林神话 而这把剑的名字就叫做中国文化 好了 十月份的一勺思想就是这样了 我们下个月再见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